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游戏 就是由EA发行BioWare寄作的圣哥 这款游戏会让你找到像钢铁侠一样的感觉 就是包括了飞行、机甲、动作和射击等等 直栏最喜欢的要素在里面 这款游戏是在2019年2月发售的 发行以后因为非常差的一个网络 让大家非常不爽 但是它也是有优点的 比如说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 画面非常漂亮 无论是在空中的感觉还是世界 还有在水底下的表现都非常好 它这个是一个寒霜引擎 我是真的鱼 我是因为看到别的UP组发的视频 看见里面那种飞行机甲的感觉给我非常好的感觉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喜欢钢铁侠还有高达这种重机甲的 然后在不久之前我也刚往了这个太坦云乐2 这里面的驾驶那种大型肢脚的感觉 真的是实现了我们这种机器宅男的一个梦想 所以我才会下载这个游戏来玩 并且买了账号 然后顺便提一下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游戏网络连接的问题 因为它经常掉线 而且在加载地图的时候 要等待很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如果你家里那个网络不是很好的话 我就建议你要慎重考虑了 如果这些你家里的网络条件也不差 像我这样是 我是用的是光纤 100兆的光纤 那么你可以去玩一下这个游戏 反正我现在因为这个网络 它这个网络差的问题 我觉得它跟这个命运2了差不多 命运比它好一点点吧 经常会掉线 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最后我已经是把这个游戏给设载了 游戏升级到一定的级数以后 它就会开放这个武器改造 还有武器升级 还有你的机脚的一些制作 比如它的一个配色 还有一些零部件的更换都是具备的 但是有可能需要通过充值 才能获得更加酷炫的效果 因为这方面我没有充值 我没有尝试 所以这些大家自己去开发 我晚了大概两天 在这两天里面我是体现了两个装甲 一个是一开始那个比较瘦的那种 有点像钢铁侠 第二种就是现在里面看到这个红色的重型机甲 它就给了我一种高达西里面 那种暴风高达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好 说一下里面的武器 跟流行的一样都是带有大招可以释放 然后里面的枪线是带有后座力的 需要压枪就像你打吃鸡一样 飞行的时候控制不好的话 也会撞击 并且有可能会造成击毁阎王 开玩笑的了 飞行一段时间以后 还会出现过热而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等等 这些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系统 大佬们在打怪了已经 要压枪了 靠我发现这个游戏 诶 打完了这个人 他也调皮啊 我放大他也放大 他也调皮 行行吃到你厉害了 哇 这进入一个什么时间隧道吗 这进入一个什么时间隧道吗 有时你必须走前走 准备 3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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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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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